中国买房如何如何坑害老百姓啊就是我们家买房被坑的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下 去年我做这个节目说我们家那个房子毛批房房产证还没下来 买房都十年多了 今年才办下来给他交了四千多块钱 那个房屋给大家看一下今年才下这个房产证啊这是毛批房 这是房产证 房产证有什么问题我给大家一会看一下啊 专有使用面积62.95平 哎这怎么无法看了 然后实际的使用面积是 实际的使用面积是那个62.95平 呃呃呃那个全部建筑面积71.7平那个分摊面积8.76平8.76平我这是四楼的一个布堤房他就分摊 那公摊8.76平根本就我去看的外面根本就没有8.76平这个是房产证啊下来了 然后我要说个什么事就是我买房我我家买的房子房贷利率是每年年化7.02% 你看这个利率够高吧还有更离谱了啊 还有更离谱就是分期还款知道吧 实际利率再提高1.8倍他给你算的是那个算算法是不对的 因为之前我搞过招商银行还信用卡的时候他非让我办分期我都不想办啊 他让我给他那个身份证那个打电话就把我盖上飞飞让你办不可今天 然后你呃呃在遇到这种事我就给他挂了 他说给我打折什么都给我打50打几 但是我办了之后我发现不合适 因为分期还款你每次还款之后 你的利息并不会越还越少 因为你还的钱越多你欠他的钱就越少 你实际上应该还的利息越来越少才对 当然你还的利息不变啊啊 资金是有使用价值资金不在你手上 在你手上的越来越少 你却欠他的利息却不变 所以实际分期还款的利息要乘1.8才是实际的利息 就是7%的实际利息乘1.8就是12.6% 然后资金有使用价有那个时间价值 就资金在你手上 你要用他有用 你不能你正常借款 我跟我一个朋友接100元 我10%的年化利息一年之后 每年10%一年之后我还他110元 呃一年之后我连猛带利还他110元 这100元在我手上要用一年 这也是时间价值 而中国这种分期还款 就是你一直每个月还给他多少钱 你这个钱还的还给他越多 在你手上的越少 但是你的利息没变 所以你的实际利息利息是乘1.8 是12.6% 这中国银行算假账坑高百姓 管是亲身体会啊 这个房贷就涉及到中国银行怎么坑钱的啊 呃这些这个这个是房屋图给大家看的 我取钥匙才能下房照要花4000多 买房是没有房房产证知道吧 不给你房产证啊 你要是取钥匙再花一份钱 没有钥匙没有房产证 然后他才他才给你啊 啊第三个就是实际使用面积是60将近63平 公摊将近9平 这是一个布梯的四口 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我我这个房产证的视频 就是在后面 这是我父母的名字 在最后面这个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刚才给大家看了 专有建筑面积 就是你自己实际能使用的 你屋内的面积只有63平 他后来是加了几平 当时我买的时候是68平 有大概有5平的公摊 后面他又给加了3平 3平多 让我补 让我们家补了 差不多有1万块钱 当时那房价还不是很贵 中间让你补了1万块钱 说你是公摊多了出来的平数 不知道是税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补1万块钱 他让你交钱你就交钱 就这么坑坑老百姓了 然后我们再看了 再看一下 就是 这个是公摊 就摊了将近9平 这是布提四口 中间让我们补了1万 将近1万多块钱 然后第4个 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家庭 我父母是农民家庭 靠手工种玉米 每年只有两三万的收入 然后去买这种房子 这几年的玉米涨到1块钱多了 他每年有两三万的收入 之前那几年 那十年 十多年之前 那玉米连1块钱都不值 值个8毛左右 有时候值6毛 你还要亏钱 因为你买化肥跟农药 那个价格都挺贵的 你那玉米6毛钱 你中华地你还亏钱 这是中国 然后就这种家庭 买这种房子 然后一直偿光利息 生活困难 然后他那个中间还补各种钱 然后那个银行 银行那个费 那个税那么高 知道吧 现在这个房子卖不出去 然后我们家这个农民他啥 你知道吧 就是特别愚蠢 他还觉得这房子是宝贝 我费那么大计买个这个房子 花了好几年贷 花了差不多有10年贷款 才买下这个房子 我以为这个房子可是个宝贝 这个破毛屁房连钥匙都没有 我连房产证都没有 去年我费挺大劲 在网上又说又去办 才把这个房产证给办下来 一般有时候人家都不给你办 很多人都不给办这个证 然后 所以千万不要买中国的一手房子 一手房子太坑人 二手房子好一点 有房产证 有的装修好了 二手房还不是那么坑 交点税 也合适 就是第六 这里我说一下 二手房比 比一手房好多了 装修好的 有装修好的 有房产证 交过税 所以二手房还是比较好的 比中国二手房 比一手房好多了 这是我研究之后发现的 然后中国这几座大山 今天这个截图就是中国这几座大山 看到没有 三座大山是教育住房医疗 其实有好几座大山 各种制度 什么户籍制度改革 三年 彭屋 攻坚 都什么两免一补 都是坑人的 没有几个不坑 老百姓 没有几个真正利民的 然后我发现这好几座大山 上学 买房 这两样都给我坑了 上学差点给我坑成精神病 差点给我坑死 上学 买房 买房坑点钱 这里就随便说一下 一会上学我再补充一句 然后结婚 结婚你就要花很多钱 现在一百多万都很难结婚 花一百万都很难结婚 养孩子 医疗 银行 银行贷款坑死你 死人 为什么中国富人和官员家属都要移民 养孩子花很多钱 这我还没体会 我体会这两个给我坑了 说一下 第一个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大石桥第一高级中学的校长 叫陈立坤女士 辽宁大石桥第一高中校长 我当年 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我说陈立坤女士 因为他会办理学生高考抄袭上大学的事 就是我们大石桥高中 高考上大学就抄袭 抄个好大学 然后他就是神了 大石桥地区的神 你看我们升学率这么高 是吧 就是考试的时候会抄 就是神 外国人人家不用考试 不用花钱 就随便上中国那些破大学 是吧 什么一本 什么几本的 是吧 这陈立坤 他被捧为大石桥地区的神 实际上 实际上只是一只妖孽 带上神的画皮而已 他只是一只画皮 他不是神 要把我坑坑精神病 如果人类根本就不需要一个上帝 中国说人类不需要上帝 那我问中国人 那中国人更不需要一个坑人的学校 你上很多年学给他交钱干嘛 他坑你 也不让你结婚 你妈十几岁结婚不好吗 你非要坑 他30多岁不让你结婚 是吧 后面结婚花100多万 那不是坑你们玩吧 跟你们洗脑 你们学啥 啥也没学 中国大学生全世界最多 一个诺贝尔奖也没有 图优优那诺贝尔奖 跟中国学校没关系 人没关系 跟你学校没关系 你们学校培养的诺贝尔奖 一个都没有 一个在世界上能拿得出手的人才都没有 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 你上学干啥 你不需要这种学校 知道吧 我再说多 我就反党了 我不是反党 你们坑我 我能不说你吧 好 然后我翻译一下英文 不是我得我得从头发译一下 从头发一下英文 这个给他都发译好了 发译好了就这样 好 How buying a house in china exploits ordinary families Yi The mortgage interest rate for the house my family bought is 7.02% per year If it is repaid in installments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will 我应该弄成英语啊 弄成英语 好 然后 然后我们在 不是我 弄成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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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buying a house in china exploits ordinary families one The mortgage interest rate for the house my family bought is 7.02% per year If it is repaid in installments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will be increased by 1.8 times Which is 7 times 1.8 equals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of 12.6% The bank of china is calculating false accounts 2 Let me show you the house diagram It is a rough house It costs more than 4000 yuan to take the keys and take photos 3 The actual usable area is 62 square meters The public stall is nearly 9 square meters And there is a staircase on the fourth floor 4.4 A farmer family grows corn by hand and earns 20,000 to 30,000 yuan a year to buy this kind of house And then keeps paying back the interest, making life difficult 5.Several big mountains in china Going to school, buying a house, getting married, raising children, medical care, dead people Why do wealthy Chinese and family members of officials immigrate? 6.Chen Likken The principal of Dashi Chao No.1 High School in Liaoning Province Was hailed as a god in the Dashi Chao area because of her ability to handle students' plagiarism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went to college In fact, she was just a monster wearing the god's painting If you want to trick me into a mental illness, if humans don't need a god at all, then the Chinese people don't need a school that deceives people Chin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it doesn't have a single Nobel Prize I guess